桃園市中原文創园区结合展览、市集、看亲子、手作等特色 是限了不少民众到现场来寻宝 不过民众抱怨园区停车场更是不足 其自行车也不知道该停哪里 希望能加快调整改善 中原文创园区在去年底开幕 成为桃園地区办展览、看表演、逛市集 还有人才孵化的文创基地 有民众向市议员谢美英反映 停车场指引的标志不足 骑自行车前往也没有可以停放自行车的位置 骑脚踏车来这边运动运动 但是就是变成说没有办法好好的停 好像就只能跟汽机车一起停 因为不像有的地方是会有那种脚踏车专门在停放的那种停放阁 然后就变成说有一点麻烦 民众反映停车场周边的道路都是红线或是双黄线 如果要进到停车场就必须违规进入 质疑是罚单的陷阱 另外自行车、汽机车停车场不仅动线不清楚 场内也缺乏养护有安全的疑虑 骑脚踏车来的不知道停放哪里 站到货币来的也找不到停车格在那里 还要到处询问 所以标示不清确实存在 那我是希望既然标榜 我们要成为桃园的华山 那么是不是应该所有的建制都应该一次到位 辨明优先 而不是像挤牙膏似的反映一点做一点 反映两点做两点 反映A区就去做A区的设备的一个更新 那如果反应必须然后再去做必须的一个调整 应该是要一次性到位 文化局回应停车场的理系统建制及线标志 预计在7月底前完成 而有关周边道路的标线划设 会在邀及交通局和警察局办理会刊 另外自行车停车架也已经完成建制 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使用